在家庭与梦想之间两难的考验之后 小夕终于得场所愿 来到了法式典型世界大赛的殿堂 一直到这一刻 小夕都还在苦思寻找着蛋糕的灵感 忽然间大物主厨的一席话 从记忆深处跳了出来 这盐器 这盐器 全都给了家人 想起从前 家庭破产的那一刻 只想好好的工作就可以了 后来大物主的用心带领 让小夕知道 除了好好工作 也可以拥有梦想 学成返香与家人在一起 成为甜点师拥有一专事业 除了大物主厨 还要感谢爸爸 在五岁生日时 特别买给他的魔法公主蛋糕 于是比赛的主题就定为梦想 思念离家的父亲 跌跌撞撞才有的幸福 还好有梦想陪伴 取名为梦想的作品 能让小夕在世界大赛中如愿以偿吗 美善剧场 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 邀您一起品尝幸福的滋味